八十一 太陽報 馬時亨接替前果豐獎港鐵 2015年7月8日港民A02本報信 廣深港鐵香港段載道營誤及超之如演如烈 有待政府及港鐵雙討拆彈方案之際 政府昨日宣布委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 現任港鐵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時亨 接替已在任十二年 今年底離任的前果豐出任港鐵公司董事局主席 明年1月1日起開始生效 任期三年至2018年年底 每年普金約120萬元 馬時亨透過港鐵發表新聞稿子 上任後首要任務時確保港鐵繼續提供卓越服務 及完成手頭上四個鐵路項目 包括歌鐵香港段 2008年生柳哲局長職商界出身的馬時亨於2002年放棄千萬元 年新加入政府 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港鐵前身地鐵的非執董 衛府上任職因先古事件 成為首位公開局公道歉的問責官員 但當時未有對馬時亨的試圖有太大影響 馬時亨於2007年中轉任商經局局長 及至2008年 因發現腦血管扭持任局長一職 結束六年的官場生涯 事隔多年之後 馬時亨在與港鐵結束 前年7月獲委任為港鐵獨立非執董 兼任港鐵提名委員會主席 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以去年港鐵爆出高鐵嫌悟及超知醜聞時 馬時亨進一步獲委任為港鐵獨立董事委員會主席 領導委員會展開調查及提交兩份報告 報告出路之時已預告 高鐵香港段有三成機會再延誤以及近七成機會再超知 田北辰讚溝通能力高對於馬時亨明年初理新港鐵主席 曾任九鐵主席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認為 馬時亨的溝通能力高 能夠面對群眾 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則稱 公眾可能質疑爭議健康理由持觀的馬時亨 是否有足夠拍力撥亂反正 對於高鐵香港段最新造價超值至853億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透露 政府本周與港鐵商討工程費用及超資責任等問題 令外路證署亦需時檢視港鐵提供的資料是否足夠 各方面的路證法會拯有